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呢 呃现在就让呃 就出来我跟肖子王 然后都督他自由活动 那还是一样绳子一定要牵着 这个不能 肖子 哎呀呀呀呀 踩到你吃 大家可以看到 都督现在第二次出来 比刚才之前要好多了 你别跟着我呀 你跟肖子王去 我赶紧跑去 哎呀呀 哇哎呀 我差点踩到他 我还腰扭到了 哎呀完蛋 所以你还是得盯着 因为万一等一下一个不小心 肖子就是不小心踩到他 因为狗狗玩起来的时候 他们很喜欢前掌 这样子往上抬一点抬一点抬一点 虽然说我不太 不是很担心肖子真的会踩到他 但是还是要看的 至于我说肖子别踩到他 那个单纯就是我自嗨 他根本听不懂 我只不过说 我会用一个语气 让肖子就稍微冷静一点 肖子不会 肖子像这样子 他他不会 他不太会去踩那个踩嘟嘟的 他最多就是拿那个手掌推下 来我们我来玩吧 就这样 现在我会跟肖子玩球 然后 反正肖子在旁边看着吧 先让他熟悉肖子之后 我再带他去见一些其他陌生的狗 那嘟嘟现在看到他这样 就是笑得一冲过来 他就怕 他就躺一下 这就是狗狗表示顺从的一种意思 他看到笑得那么大 他就他就怕了 但这种狗 但这种性格的狗有点好处 就是 就是只要你不是过分的去宠他 把他宠坏了 他并不会有太多的 就是那种地位地位上的那个方转 就是说会把他自己当成老大什么的 而有一些自行星爆棚的那种狗狗就可能会 一到 尤其到了那个 尤其到了叛逆期之后 他们就会想说 我要来当老大了 那这种不热的阳光 让他们多晒一下 补点盖 尤其幼犬需要多晒晒太阳 但他们不是说暴晒 我还是要盯着 就是万一人下都踩到他什么的 但目前为止好像都没有 理论上下都这么重 我一脚踩下去的话 肚子肯定会叫的 好 算了 那刚才有没有听到 呜呜的一声 那种就是 playful的这个 这种叫法 这种就大家都不需要太担心 好 但那个角度大家看不到是吧 下都 过来 下都 过来 过来 下都 过来 像这种情况下 我一般不会用正式指令 那如果用正式指令的话 我就会严肃多了 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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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家一跑你也追 不过确实你追我跑着 本身也没什么 这就是他们游戏的一种方式 不是吧 下都叫一声把他叫懵 无所谓了 反正他都得适应 你先让他去适应其他那种 你知道 行为有问题的狗 那还不如先 先把下都适应了再说 如果下都都适应不了的话 那问题到了 走嘞 没了 扔走了 可以不错不错 有个玩具之后 他们之间好像有个媒介了 不错不错不错 有颗球之后就有个媒介了 good boy 下都 你看人家跑的就比你快 你真的老了 我跟你讲 下都 不给 不给 你这球太大 他也咬不了 过来吧 你真的是小气鬼 下都 过来 drop it 给嘟嘟闻了一下 你球太大 他 好下都 sit stay 只会追 不知道该干嘛 free 下都 bring it 好了 那反正通过玩具 那么两个总算是 总算是手 手 反正手起来了 ok good boy 下都 drop it 然后之后去买一个小的球就好了 然后也训练一下 嘟嘟玩球 至少他对球是有欲望的 两个都是 good girl good boy yes 挺好 挺好 没什么问题 那明天呢 大概就是 会开始给嘟嘟做一点水行训练 这样的话我好带他出去 那他因为八个月大了 他不需要像就是 一般的幼犬那样 从头开始交起 就为什么说 就为什么说其实 八个月大开始交 其实更简单 幼犬你要先学 幼犬更多是 首先你要照顾他 再来你要 你要先就是跟他 学会跟他沟通 然后呢 或者说让他明白你的意思 在一定程度上 你们能对话 如果这些都没有完成的话 就训练就很难 如果这些能完成的话 那就很简单了 然后他们在玩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几声低吼啊 或者是叫几声啊 这都很正常 这些都是playful的叫 不过嘟嘟现在这样子也好 就是嘟嘟 good girl 现在他这样子也好 就是他不会去挑战 那个家庭的地位 然后不会说啊 我要我要我来欺负老狗 很多时候是小狗欺负老狗 但他的性格就不会欺负老狗 所以这也是一件好事 反正Shadow一靠近 那他就谈一下 他说你行 那Shadow又不会有那种就是支配欲 所以说这个情况下 其实还是一件好事 要不然有时候我们还要去 就是让幼犬 没有 就是去掉他们那种占有欲 或者说就是要抢地盘那种 那种意思 那Dudu他没有这些问题 他只是单纯的 不太清楚 就是跟狗怎么社交 可能他接触的狗 还不算太多吧 或者 以前可能被吓过 Dudu good girl good girl 很好了 现在就是扑我的问题 扑我的情况开始越来越少了 所以说狗狗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虽然说大多数情况下 我不用再担心Shadow 但是如果看到他干一些唇事 我还是会阻止他的 还是要稍微看一下了 那过几天 我确定他这个挑食问题 完全百分百解决之后 我再开始就是对他用一些临时 做一些引导做一些训练 暂时还不需要 但没有食物欲望也不是说不能选 因为他年纪足够大 如果幼犬没有食物欲望 那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我说的幼犬指的是那么两个月那种 好 差不多了 准备回家吃饭 也玩够了 这都玩了半个多小时了 这里有位置 Dudu你看这里有位置 Dudu性格还是好的 他不敢跟Shadow抢 我感觉Dudu以前应该是被其他狗凶过 你看他不敢跟Shadow抢这些东西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以前跟其他狗玩的时候 就是跟其他狗抢什么东西 不是抢什么东西 一起玩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被人家凶过 所以说他看到Shadow的东西的时候 他都不太敢抢 他都不敢一起 不是说抢的问题 他都不敢一起 那么一起喝水 好 那现在就是说我在家的情况下 Dudu是不怎么需要进笼子 但是有时候我们眼睛实在是没有时间看他 比如说我要去洗澡 上厕所 或者是要煮饭的时候 我手忙脚乱要煮饭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我还是会选择性的让他回笼子 狗狗在年纪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他还是需要就是一定的时间在笼子里面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任何问题的话 请留言告诉我 也请大家点赞订阅关注 感谢大家 拜拜 好 对 也可以加入我YouTube会员频道来支持我 感谢大家 拜拜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